大家好,朱昌露 正所謂江湖救急 據報中國當局正與美國大藥廠輝瑞初商 希望輝瑞可以批出許可 讓中國藥廠生產和分發 仿製版本的輝瑞新冠口服藥 帕克斯諾維德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上個月開始已與輝瑞商討 期望在農曆新年前達成協議 並指示中國藥廠準備向監管部門 註冊定生產手續 中國藥監督在去年已批准使用 匹克斯諾維德 輝瑞在上個月同意向中國出口該款口服藥 而兩間中國藥廠華海藥業和石藥集團 最近幾個星期進行生物相等性測試 以符合中國監管部門要求 確保仿製藥物的效用 與原裝版本一樣 預計兩間藥廠會在今月稍後提交報告 輝瑞指正與中國及其他持份者合作 確保有足夠藥物供應中國 據內地傳媒報導 隨著內地近日感染增加 大家都看到醫院人山人海 大部分都是上年紀的人士 抗新冠病毒藥物現時極為緊缺 一盒原價大約2300元人民幣的匹克斯諾維德 被炒至5萬元以上 之前說15000元 接著升到17000-20000元 想不到現在炒至上5萬元 都未必找到一盒 實際上內地都發明了亞支庫定片 可能效果沒有這隻匹克斯諾維德那麼厲害 實際上香港的朋友中了BF7那種病毒 喉嚨好像刀割一樣 症狀比較厲害 但是吃了一天而已 已經好了大半 不得不佩服 不是崇洋 美帝抗病毒藥和疫苗都是幾幾 做不到彎道超車 那就跟一下車先 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人民生命至上 好,這集體會先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我數片尾截圖為馬 多謝你們的支持 好,謝謝 謝謝